好 好 好 謝謝 太好了 一開始就掉了 把連著 好 我就繼續講 好 那個各位來參加焦點的夥伴大家好 我是陶呆 那待會因為 其實他在這裡我講話我也覺得怪怪的 好啦 所以今天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 那因為其實平常走在路上的時候 要碰到體重小我兩倍的人還真的蠻多的 但是要碰到年紀小我兩倍的還真的不多 然後今天還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是不是先給我一個掌聲一下 對啊 好 謝謝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總有一天會流行像我這種大叔的 最近私術列車裡面最棒的是哪個 橋段 各位覺得 就是那個大叔用手肘尻殭屍的時候 我真的站起來給他拍手 你知道 好 因為這樣子前面就浪費了一分鐘 好 很好 那這張照片是我比較瘦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PPT做好的時候 我朋友跟我說 你確定要放這一張 這張會不會讓大家以為你想分享的是 減肥時想放棄時 再踏出那一步去拿食物拿起來 對 我就想那就算了 我也沒有別張比較可以看的 還沒那麼快 對對對 自己亂CUE 好 所以我這邊簡單自我介紹 我本身是個房屋仲介 那我已經在這個行業服務14年了 那這個是我第一份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也會是最後一分 那那個時候 對 那其實這個工作 大家都覺得做業務工作是血汗工作 但跟大家講 真的是血汗工作 沒有啦沒有 但是這應該是這麼說啦 其實各位 將來你們有機會去工作的時候 一開始你一定先用 用你的時間去換你的經驗 再來才會用你的經驗去換取金錢 那至於是不是血汗 只能靠你自己定義 你怎麼加 加速把經驗換成金錢的這個 這個流程真的就得看你自己 所以那因為這邊都有攝影 所以我還是不能講這是血汗工作 血不血汗就是看你自己 對啊 好啦我禮拜天都來 我都可以來了 那這邊 所以今天在這14年來 我就有一些小故事 可以跟各位去做一些分享 那我是個房屋仲介 我的工作不外乎就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賣房子 第二個好像也還是賣房子 第二個是找房子來賣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每一天 不是帶客戶看房子 就是要去找房子來賣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有去找一個案子 那因為我們有大部分有些案子 現場都有管理員 那管理員會擋住你 他不讓你去拜訪住戶 所以你這個案子就接不進來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這個案子接進來 我一定會有客戶可以成交 所以我就每天想辦法去拜訪管理員 可是他那個管理貝貝真的是蠻難相處的 所以你那個時候怎麼辦 我就是每天去 但是我每天去 我就是很簡單 就跟他說 大哥我今天有拿飲料來給你喝一下 大哥我今天有買一本一週刊 那就先給你看一下 我大概這樣子 跟他花了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天我去的時候 我還沒有講話 我那天拿飲料去給他喝 我還沒講話大哥就突然這樣 那我心裡想 我都花了三個禮拜的錢 一週刊飲料買了這麼多 結果你竟然要直接拒我一千里之外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面是有點沮喪 結果那個時候 那個管理大哥說 待會兒 從電梯下來的那一個就是屋主 我那時候說 你看真的 只要有努力一定就會有成功 我終於融化這個大哥的心了 也不枉費我每個禮拜都買那麼多一週刊 還買那個特別有 那個什麼 圖案比較多的 沒有啦 那時候一週刊有分兩邊 有十四跟新社新聞 都買那種來給他看 終於 結果後來屋主從電梯走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 待會兒我一定要想辦法 把這個案件 我就把它簽進來 我就可以賀成交 結果我去跟屋主地名片 那個是你 那我是這邊的負責人 那我希望 您的房子交給我賣 結果那個屋主說 好好好 我知道你真 那但是 你看起來是蠻認真 但我現在真的沒有時間跟你談 我的小孩子生病了 然後講完他 他就直接走 就直接走出去 上了車就走了 我那時候其實就會覺得說 我找了這麼久 好不容易融化了管理員大哥 今天好不容易也碰到了屋主 結果講不到一分鐘他就走了 好 各位要不要猜猜看 我那時候接下來我做了什麼 好 各位也不用猜 因為我也沒有準備小禮物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 終於知道這個人就是屋主 我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案子接進來 那他剛剛有 剛剛他跟我說 我現在沒有空 因為我小孩子生病了 我要去醫院看他 我下個動作 我跑去周邊的所有醫院 有兒童病房的 因為屋主的姓很特別 我就一間一間去問 這邊有沒有 一位是姓這個的 各位就真的被我找到了 那我就去敲那個病房的門 然後就這樣子碰到屋主他真的 他真的嚇一跳 好那我就把這個案子接進來 就把他喝成交了 聽到這邊大部分也是要來一點掌 來一點掌聲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好啦好啦 因為到我們這個年紀是還蠻虛滑的 如果沒有掌聲的話 怕講不下去 好只剩六分鐘 好沒關係 演講 將來各位有機會上來演講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不要管那個時間 哈哈哈哈 待會我們就順便聊一下 幫我拿張椅子來我聊一下 好啦好啦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做業務工作 你會碰到很多挫折 你會碰到很多拒絕 好那我也有去碰到 好跟我們在對談的時候 那個屋屋主突然 憂鬱症發作 整個牙起來 衝到馬路上 把公車擋起來 我那時候真的很擔心 公車撞上來 各位知道嗎 好我真的超不喜歡 我超不需要那個公車撞上來的 我不是擔心客戶的安危 是因為那時候我站在他旁邊 對 好因為我一定要跟著他衝出去 你不要這麼衝 你不要這麼衝動 好那我們在買賣的過程中 有時候碰到糾紛 也會碰到客戶 我也有曾經被那個市議員 直接叫到辦公室去罵半個多小時 那也有碰到 有時候有些客戶可能買賣的過程中 房子不想賣了 那他就一直說我不要賣 你要想辦法幫我去處理 我也曾經連續兩個禮拜 每天早上還沒上班 六點多接到低通電話 客戶就跟我說 今天你那個陶先生 今天你不幫我處理好這件事情 今天就是我的祭日 然後六點多就打給你 那我說你不要這麼衝動 我一定會幫你處理好 電話掛了我繼續睡覺 各位你還能怎麼辦 你陪他再聊嗎 所以其實在這這麼多的過程中 其實每一次其實都會想要放棄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就是告訴我自己 其實都坐到這邊了 就像我那時候接的這個案子 好不容易找到屋主了 好不容易碰到他 我一定要找到他 所以這邊想跟大家去分享 我覺得在這14年來的經驗 各位什麼叫面對挑戰 我找一下我的簡報筆 好很好 在這邊 各位什麼叫面對挑戰 就是當你真的想要放棄的時候 再給自己跨一步的勇氣就好了 就跨那一步就好 我就這樣一步一步 就走了14年 對啊 這個梗不好笑欸 真糟糕 我想真的糟糕 原來我跟大家的笑話一定差那麼遠 哈哈 好啦 所以各位 好所以各位想放棄的時候 真的 什麼叫做 所以將來你們做很多工作 你會想說我要面對挑戰 我希望我是個抗壓性很強的人 各位你不用講那麼多 真正想放棄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再走那一步 那個就叫做你真的有在面對挑戰 那其實在這14年的過程中 剛開始我們也是新人 那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新人在店頭的時候 學長接到一個客戶的電話 因為我們有時候有一些房子 我們現場會放曝光 會放廣告 客戶在現場打電話進來說 某某某你們房屋公司我想要看這間房子 那時候學長就跟他說好好好 但是學長掛上電話之後 他就忘了這件事 因為他那時候在忙的處理別的客戶的機會 過了半小時 這個客戶又打電話進來 各位也可以知道 客戶在現場太陽下 站了半小時 結果房屋公司竟然沒有人來理他 所以迪爾通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那個口氣是氣急敗壞的 等了半個多小時你們公司在幹什麼 我在這裡你們到底要不要派人過來 我學長就跟他說好好好 我馬上派人去 然後學長電話一掛上之後 學長就做了什麼事呢 學長就轉過來拍拍我的背 小逃 有一個很不錯的客戶 我覺得把機會就交給你 我心裡想我聽你咧 我都聽到那個客戶的聲音 那學長跟我坐隔兩個位置 我都聽到客戶的聲音都罵到這邊來了 你還跟我說 你就是要叫我去挨罵的 在學長就說沒關係交給你 我覺得你非常有福 你非常有福氣 你一定可以成交 所以我那時候就硬著頭皮 那最重要的是 各位去待看還不打緊 重點是找不到鑰匙 在店頭找不到鑰匙怎麼辦 我跟學長說 學長找不到鑰匙 你趕快去客戶等那麼久了 這樣前前後後 大概拖了快四五十分鐘吧 所以各位想像你是客戶 那個珊珊 你碰到一個珊珊來自的房屋仲介 你在現場站這麼久 那個火氣一定是很大的 那個火氣是真的很大 他看到我就先開罵十五分鐘 我在那十五分鐘 其實我沒有什麼壓力 我真正的壓力是在於說 待會他罵完了 我要怎麼跟他講沒有鑰匙 你有時候跟他 是是是真的抱歉 我趕快帶你進去看 各位還不行 跟他站了罵十五分鐘 我一直在想糟糕 我真的講不太出口 沒有鑰匙怎麼辦 各位怎麼辦 你還是跟他講 他罵完之後 趕快帶我進去看 這個房子是幾瓶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鑰匙 那客戶真的是整個大爆炸 各位那客戶真的是整個大爆炸 在現場 可是我現在想回去 客戶也算蠻有體力的 他現場已經站一個小時了 然後再來罵我半小時 其實還蠻有體力的 對阿 碰了一個有體力的客戶 好啦沒有 所以他如果不要這麼有體力 搞不好我就不用去了 他早要走了 好這題外話 不好意思 好所以各位 後來我在被罵的過程中 我心裡面就一直想 真的有夠倒霉的 真的這個公司怎麼會這樣 這學長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叫我來 我有必要受這個氣嗎 鑰匙又不是我搞丟的 也不是我跟客戶去約的 可是我想說去了都去了 我在現場就想 這個客戶 要不是很喜歡這間房子 他不會在這裡等這麼久 他要不是很想看 他不會在這裡等這麼久 所以後來他罵完半個多小時之後 我就非常厚臉皮 跟他說今天真的很抱歉 我明天一定會把鑰匙資料準備好 你可不可以我明天跟你約個時間過來看 好 我覺得我現在想回去會覺得 我真的還蠻厚臉皮的 被人家罵一罵 還跟他嘿嘿 對對對 要不然你要不然明天再來看 沒有啦 我那時候沒有這麼猥褻的臉 我那時候一定是很誠摯的 穿著西裝跟他說 真的很抱歉 好啦好啦 所以各位 在當下我可以做兩個選擇 第一個去給他罵一罵 然後回到店裡面生悶器 我有夠倒霉的 學行真的都有夠機車 這客戶幹嘛罵我 又不干我的事 鑰匙到底是誰搞丟的 那個鑰匙到底是誰去帶看 又不把他放回來 但是我在當下 我跟客戶在約隔天的時間 各位猜猜看隔天又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那麼慘 沒有那麼慘 就喝成交了 這個客戶後來隔天看 就跟我預料的一樣 他願意等那麼久 代表他對這個房子真的是有興趣 所以隔天來看了之後 他就真的跟我買了這個房子 那這個客戶後來跟我買了兩間 他把他自己的房子也拿出來賣 因為我在那裡被罵了半個多小時 把這個房子成交了之後 這個屋主後來也把他的 因為我把他的房子賣掉 屋主在委託我另外一間 所以各位 我在當下被罵了半個小時 這個案子後面陸陸續續 幫我成交五間房子 是不是到這邊 是不是要再稍微掌聲一下 對對對 所以其實第二個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時候 各位將來你們在工作的時候 你會碰到很多很狗屁的撈灶 是不管來自客戶 不管來自同事的 其實各位 重點永遠不是你碰到什麼事 而是你怎麼去解釋它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非常重要 我在當下我換個方向想 這個客戶應該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厚著臉皮再跟他約一次 那後來陸陸續續 總共幫我成交五間房子 就由被罵了半小時去開始 所以這樣子以來 我在房仲這一塊領域上 其實都算運氣不錯 所以業績也都還算穩 所以你業績做得穩了之後 上面就跟你說 那要不來你算蠻會做業績 要不然你去 你來總部上一下課好了 那你來總部幫大家上一下課 我那時候心裡面想 我又不會上 我幹嘛要去 但是我後來還是硬著頭皮去 那後來這樣上一上 上面覺得說 你看起來上課也還不錯 你還算做業績也還可以 那要不然你建一間店好了 要不然我們明天把一家店交給你 我心裡面想 你確定那個交給我 你不怕他倒嗎 你確定我可以帶八個人嗎 那後來就交一間店給我 那後來店頭也都算 硬著頭皮做也都算做得不錯 突然某一天又說 要不然這樣 你帶店頭也都還不錯 要不然我們把一個區步交給你好了 那後來我心裡面想 你確定那一家店沒有倒是幸運 你後來又再丟八家給我 你確定 反正你確定那我就跟你拼了 沒有啦沒有我沒有這樣 這一段要刪掉 我是很惶恐的好好的努力 所以各位在這個過程中 應該是可以這麼說 其實在這過程中 再來你們之後會碰到很多事情 你不見得你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做 你也會很害怕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做 可是我覺得真的各位 如果這個時候來 你一定要去接受它 我在14年前可能剛開始人家叫我去上課 我覺得我幹嘛上我做業績時間都來不及 我也沒什麼可以交人家 我就厚臉皮而已 就這樣做做做做做 後來交一家店給你 我想你確定我這個店不會倒嗎 後來再交一個區域給你 所以我覺得真的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 現在時間是很好 很好不要管時間 才剛開始 所以最後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 人生怎麼樣才會精彩 真的要去參與才會精彩 再來你會碰到很多事 我覺得真的就大膽的去 真的就去參與 那因為不要去逃避 因為逃避 你等於間接的也在拒絕你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些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那最後當然 因為我是做業務的 我這14年來也只做這件事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做業務的三個好處 因為看起來大家都充滿朝氣 都這麼的年輕 將來畢業的真的可以來做一下我們房屋業務 那因為各位做業務會有哪三個好處 我快速講一下 各位做業務第一個 讓素人粗迷 讓窮人鹹魚翻身 我是92年7月加入房屋仲介的 93年開始我的年薪就沒有低於百萬了 這個都是如果以上班族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算不錯 那因為可能在座有很多是將來的創業 或是現在正在創業的 可能收入都更好 但是我覺得以一個上班族 其實各位也知道我英文系 可是我米南語比較好 我都不敢跟人家講 我都跟人家說 我是那個英文系台語組的 所以我出去託服也沒有考過 什麼都沒有考 可是這樣的我其實也能夠在這個工作上 在這14年的時間 你甚至一步一步去走到管理幹部 所以我覺得各位 或許這個也可以把它當你的一個選項之一 那第二個做業務 就我14年的經驗來講 會有兩份收入 第一個就是物質的 第二個是精神 所謂精神就是自我實現 我剛才有跟各位提到 在這個過程中 你後來帶一家店就帶了八個人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工作 除了說做業績好或高低是一回事 我覺得最棒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當初帶的那一些人 現在全部都升任店長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開心的 但是最近景氣比較不好 他們又幾乎都下來了 所以我只有教他們怎麼當店長 沒有教他怎麼撐住 這是我要檢討 但是各位這個是我覺得第二塊 你可以去自我實現 原來我當初我不只可以做一個業務 我也可以做好管理 我也可以怎麼樣 其他會有很多舞台等各位 那最後我覺得這也是我最大的感觸 我們常講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但是各位行萬里路 還不如你月人無數 剛剛我有跟各位講 有去碰到突然談一談 那個憂鬱症整個爆發的客戶 那也有談 還有每天早上打來騷擾我說 今天你不幫我處理好 今天就是我的忌日什麼的 其實各位他會做這一些東西 其實他後面都有他的動機在 其實你看了這麼多人 你其實就會去知道說 有的時候真的對人性 真的多一點釋懷 他們每個人都有他行為的目的 其實你有時候也不用看 這麼表面的東西 那現在我們看到一些客戶 他講第一句話 我們就知道 待會他想做什麼了 我們大概都已經有那個 不要說警覺性 有那個感覺 大概他會想要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做業務 在這14年來我覺得我最大的經驗 所以就這三件事我覺得 也可以跟各位去分享 將來各位如果找工作的話 或許他也會是一個選項 各位可以去嘗試看看 好最後 其實我最後在做這個結尾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好玩的是 這個14年來 我14年來的經歷 其實真的要把它寫上去 也不過就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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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半篇子而已 其實就真的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短 可是其實各位 在每個上台的時候 背後代表的都是 我在每個轉折點去做的選擇 這個我是 我那天自己在寫的時候 我還想說 看有沒有得過什麼阿里阿炸獎 全部寫一寫 看有沒有寫長一點 怎麼樣都寫不出來 但是這後面代表 是這14年來的背後寫案 所以其實今天最後想跟大家說的是 將來碰到很多轉折的時候 碰到很多挑戰的時候 願各位真的永遠都有 再踏出一步的湧 真的好好的去踏出那一步 那隨時都去保有說 碰到什麼事情 重點不是碰到什麼事 重點是你怎麼去解釋它 真的好好的去參與這一些事 讓你的人生可以更加的精彩更豐富 好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